新聞記事物來關心的是日前在港議關的水上鄉有一個民眾 感覺身體不爽快 鄉鄉的混沌在頭下 民眾趕緊來報警處理 水上派出所的環境告答現場 發現說這個混沌的阿伯腳沒辦法激烈 也沒辦法自己背起來 說話也真不清楚 歡迎頓頓 所以就馬上來通報救護人員 告知來協助 儘管民國後現場這名老大人 已是有中風的現象 所以就趕緊將他散到百年來結局 以上翁病院來求求 經過病院的檢查 確診是腦出血 而且是突發性的中風遜驚 緊急來接受到治療 警方也聯合家宿告病院 也因為他平常是無意中 突然間來中風令家宿非常驚訝 並連連向警方和救護人員來感謝 警方保障民眾 特別是中部的作文 需要多加注意身體的狀況 定期做健康檢查 以免發生意外 注意到老人的安全 社群新聞創民動 追向向蔡翁伯德 從愛媽咪國務慶 開爆囉 特好儀 當然找家儀優先水產 24小時 全家下單取後 很方便 跟著我來買吧 何康伯利齋 消費滿699 就有機會抽到小家店 再抽出一位幸運兒 西辦同享 馬可老師 母親節大餐 家優先水產 就在全家好生動 讓寵愛媽媽多一點 手持一個劇娃 倒酒 電腦 我們台灣現在正遭受中國 這個強權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威脅 那過去捷克也有同樣的一個噪音 所以我相信也沒有同樣的噪音 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 彼此的這種心情跟處境 跟怎麼樣去追求自己國家的獨立跟自由 未來的國際合作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 會跟各國來做具體的MOU 包括相關的交流 我們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團 到我們的亞創中心來 是台灣的無人機走向世界 非常重要的一步 One Yo